1月2月2日 可以試一試看看269 是 rifles 原因是 你看到今個星期初 或者追溯上星期五的港股沒有事 但其實當時發生了 在美股上 麥沙東自己出了一種口服藥的疫苗 藥指有機會可以取締到 不用打傳統的疫苗針 當時令到美股的疫苗股跌得很厲害 因為星期五沒事 所以到今個星期初 你見到本地的疫苗股 也有很明顯的下跌 大家當時都擔心 藥企如果未來是被取代的時候 疫苗是被取代的 他們手提供藥名的合約 或者訂單 在疫苗研發上 可能有機會縮減金額 或者接接跟新冠疫苗相關的項目 可能進程會慢些 或者增長會放慢 投入一個比較悲觀的情緒 所以你見到星期一大跌後 其實都曾經下跌110元的資金 但隨著現在突然之間 大家對於疫苗仍然有爭議 有些人覺得 有些聲音 又覺得口服藥 都未必可以完全去替代 慢慢在猜測它有提升 還有如果最恐慌過了 股價會不會慢慢修復呢 還有就算你看回藥名 比較它自己的基因因素 也好 就算疫苗的一個研發項目的訂單 全部都變成零 或者接下來都不會再接到任何的訂單 其實它計算本業上面 另外一些藥物化業平台 其實增長都已經很驚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純粹是一個很短暫的恐慌性 跌了下來 反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慢的時機 還有就算你說另一方面 如果你說突然之間 不知道美國那方面 會不會有些更加更進的消息 就是說原來口服藥的藥效又是OK 或者真的要批准了緊急使用都好 其實如果口服藥的成效是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也一定是將來會有不少跨國的藥企 都會繼續去相繼進入口服藥的市場 其實同時都會令到藥名的訂單都會增加 所以其實這件事我又不是很擔心 我覺得你可以117元至到115元這幾元的位置 你作為一個吸納的位置 慢慢再上網看看可不可以在之前那些高位 對啦 挨近一百二十幾元一百三十元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有一個少少的黃美空彈